鲁鱼专访前中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董方卓 重回曼联 董方卓有着怎样的压力 那个时候在场上就一直想着说 我要进球 我要进球 或者说我要创造射门的机会 我想要去射门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一直是从小到大一直贯彻我的 开玩笑 比方说说你去曼联以后天天开阿八呀 天天去酒吧喝酒啊什么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更多的像看一个玩笑一样 第一个我没有 第二个我确实那个时候是不喝酒的 参加08年奥运会有着哪些抉择 为了去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话 那我的伤有可能决定了 我未来职业生涯会缩短 在曼联的位置可能会变得危险 这些都有考虑过 这些后来都有考虑过 医生沟通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这些的 我就直接就说我想参加奥运会 多次受伤 董方卓又是如何看待 每次在大的节点 大的比赛的节点都会受伤 都会影响到自己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这项运动 因为能力的话 我是非常自信的 不管说从技术水平上 还是说从对抗能力上 鲁豫有约 董方卓争议背后 精彩 马上开始 2007年 董方卓从比利时重新回到曼联 这时的曼联已经有着 斯罗鲁尼等一波优秀球员 而回归后的董方卓 却一直都没有什么上场比赛的机会 这也导致之后 他在赛场上因为紧张而失误时 让人质疑到他的能力 这是换一种方式就可以改变的 还是说 也许我在那个时候 我的能力就是那样 那是我能力的一个真实的体现 其实并没有 其实在训练当中的时候 能力应该说还是OK的 尤其在后来 一直跟一线队训练 什么的跟他们训练 应该说其实能力并不会太差 不管船机节奏各方面 只是说 在比赛场上的这种 心理的抗压能力 还没有达到那么高 因为长期没有接触到这种 正式的比赛 然后这么多的观众去观看你的比赛 你会给自己很多压力 因为你知道 这个比赛就是证明自己的 你会通过这个比赛 决定自己能不能够 有更多的出场的机会 然后有没有更多的时间 能不能取得新的合同 然后外界对你的一个 关注度和一个评价 那个时候在场上就一直想着说 我要进球 我要进球 或者说我要创造射门的机会 我想要去射门 从小到大一直贯彻我的 尤其是在比利时的时候 就感觉说 我是一个前锋 如果说我在一场比赛当中 没有一次射门的话 那我就是失败了 更不用说我没有进球的话 那也是失败了 你在比利时战绩 足以给你一些信心 是的 但还不够 对 绝对不够 还不够让你站在曼联的球场上 听到那几万人的欢呼声 那种压力 还不足以去对抗那样的压力 对 后来我看你做采访 你说 你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那个球 你换一种处理方式 可能之后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对 对对对 回到英国以后 应该有大半年 可能是没有真正 替过正式比赛的 所以这对于一个 年轻球员来说 其实也是很可怕的 虽然你在下面 你有在观看他们比赛 但是你在下面看 和在场上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意思 在那个时候 其实你个人的能力 是足以 继续站在那个场上 但是肯定是在某个阶段 某件事情 或某个方面出了什么错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在英国 踢比赛 是可以达到这个能力的 但是可能当时的选择 最好的 可能不是曼联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中下游的一些球队 我需要的是 更多的出场比赛的机会 是去适应 他的这种对抗的 这种节奏和能力 然后不停地去保持这种惯性 而不是说突然说 有这么一个机会 过来以后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去调整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节奏 就非常快 你看我现在我们在聊 当年你在曼联这段 你是怀着特别平静 特别客观的去回忆 甚至像回忆另外一个人的一段 就特别清晰 特别清醒 这跟后来目前媒体要渲染 当时那一段 有点悲情的东西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 其实我觉得在曼联的话 悲情也就在伤病这一块 比较惨的 还是在比利时 和这个后期 我在国外 葡萄牙亚明尼亚的时候 其实在曼联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是一种机会 和一种对于演技的一种 开发式的这么一个见解吧 看到了说一个世界顶级俱乐部 他们是如何去 对足球的一种热爱 然后投入 还有他们俱乐部 对球员的一种尊重也好 还是说 球员对球迷的一种尊重 和对俱乐部工作人员的一种尊重 就是说他们其实 在私底下是非常随和 然后跟工作人员也好 还是说跟这个球迷也好 就像家人一样 这个对于我来说 是对职业的一个理解 一种新的理解 那我们有时候回头去想 就比较小的时候 某个阶段会想如果当年那么做 可能后来的人生会是有不同的改变 至少当年 哎呀我那样做有点傻 我换一种做法就好了 回头去看再慢连 你从什么时候 开决某一方面 我从那个时刻 我要换一种做法 换一种应对方式 可能之后会不一样 刚一开始回去 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其实那个时候 媒体上也是在 一直在说 什么时候能上场比赛 或怎么样 你只是中国媒体 还是英国媒体 都在有 都会有 那个时候 其实我更多的一个想法是 希望获得更多的比赛 那可能在曼联 可能很难能获得这种机会 也试着让经营人 去跟曼联俱乐部 跟佛爵业去沟通这个事情 但是当时可能 他们也是觉得我还年轻 然后跟队友的接触 还没有达到那么成熟 所以一直没有特别好的 这么一个机会去表现自己 2008年2月 董方卓在参加曼联 与布莱克本预备队的比赛中 左膝半月板受损 后十字韧带撕裂 本应该及时做手术的董方卓 却因为想要参加2008年的 北京奥运会 而放弃手术 改为保守治疗 2008年的8月7日 中国国奥首战新西兰 董方卓为中国男组 打入了在奥运会上的首例进球 为国奥队1比1颁平了比分 董方卓也成为了中国男组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进球的人 但是奥运会后 由于董方卓错过做手术的最佳时机 而造成伤势加深 曼联决定不再与其签约 董方卓被转回到大连时德 随后的他也开始辗转于各个球队 最大的一个变化的地方就在于 最后的那个膝盖的伤 对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难处理的 因为马上奥运会 其实当时对医的建议是做手术 那个时候我是说有奥运会我很想参加 如果手术的话 它最后康复的几率是多少 康复是可以完全康复 百分之百 对 但是半年不能踢球 这次的选择你内心纠结的时间长吗 因为一直以来代表国家队去北京奥运会 是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 那个时候没有纠结 你心里面没有想过 如果我选择保守治疗 我为了去08年北京奥运会的话 那我的伤有可能决定了 我未来职业生涯会缩短 在曼联的位置可能会变得危险 这些都有考虑过 这些后来都有考虑过 但是跟医生沟通的时候 是没有考虑这些的 我就直接就说我想参加奥运会 我说有什么办法 我说如果半年不踢球的话 肯定就错过了 如果让你现在回去再选一次呢 应该还是一样 还是北京奥运会 但是可能后期参加完奥运会以后 我可能会选择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 或者甚至说是手术 所以即便在 就是像你说当年真的参加奥运会之后 选择另外一个更加好的 更加安全的一个治疗的措施的话 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对 我觉得应该会是更好 因为当时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膝盖是不能蹲的 可能就这样做我都做不了 我是要做可能10分钟15分钟 我就要站起来 让膝盖伸直然后休息一下了 对 那个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 对 下蹲可能蹲不到90度 这个情况当时 当然你身边有你的教练 身边的团队的人都会知道 媒体其实并不太知道这个情况 了解的不是那么多 对 因为当时我受伤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媒体 还不像现在的这个新媒体 然后网络这么发达 只是有一些当地的报纸 可能有报道 但是可能 因为毕竟是预备队的比赛 所以大家关注的不是很高 外界来说不太清楚我发生了什么 只是知道说 那段时间我没有再出现在比赛场上 那个时候我更多的都是在选择治疗 然后选择说快速地让他能够有一定的运动能力 每次在大的节点 大的比赛的节点都会受伤 都会影响到自己 那个时候就会产生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这项运动 因为能力的话我是非常自信的 不管说从技术水平上 还是说从对抗能力上 还是说从射门能力上 开玩笑比方说说 你去曼联以后天天开二八呀 然后你天天去酒吧喝酒啊什么的 其实那个时候我更多的像看一个玩笑一样 应该说经历了所有的队 其实不管从教练还是队友 队友的评价都很高 我不知道什么叫人际 更多的人际的这个交往 队友结婚 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概念说 我还要随理呀 就傻到说好啊恭喜谢谢 就没多久吧 我就定下来就不停 就退一天 陆玉有约 董方卓争议背后 精彩稍后继续 离开曼联的董方卓 在大连队几乎是颗粒无收 之后 董方卓拒绝了所有国内球队的邀约 一心还是想回到欧洲踢球 但先后效力于波兰华沙 葡萄牙 亚美尼亚等地的球队 但一直都表现平平 甚至每逢重要比赛总会受伤 其中在亚美尼亚球队的一场比赛中 董方卓磕掉两颗门牙 扭伤了右膝 再次的受伤 也给董方卓很大的打击 葡萄牙的波尔图当时也是希望200万欧元让我过去了 所以后来合同结束以后我就非常一直想要再出去去踢 第一个是我觉得那边的环境更适合我 第二个我觉得我也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曾经证明过自己 我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 那我也是向往那种欧洲顶级联赛的这么一个球员 我觉得说挣多少钱并不是我这一生的追求 我的追求更多的就感觉说是 我能够出国 然后我能代表一个中国 我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欧洲流洋的球员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做好的也很少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再次站在欧洲的赛场上 证明说我不光光是一个球员 我还代表了一个国家 所以你还是憋了一口气 对 我还是憋了一口气 我想回去回到欧洲的赛场 结果也是很遗憾嘛 就是又是受伤 然后看了两场比赛 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他那个烟花 他是国庆 给自己的出动是非常大的 就觉得好像尤其在奥运那会儿的那个受伤以后 每次在大的比赛的节点都会受伤 都会影响到自己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会产生说 我是不是不适合这项运动 因为那个时候就自己待着天天在房间 就会天天就会想说 为什么会每次到这个节点 一到大赛 然后有机会证明自己的时候 而且球队也需要你的时候 终于受伤 是因为自己不适合这项运动了吗 就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想法 后来就 那实在不行 我就回来吧 我说也没必要在外边飘 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外 也是一年半都没有回过家 那你除了刚才你说 我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在想 我是不是不太适合这个运动 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对自己最深的一种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吗 应该算是比较厉害的一种否定吧 倒并不是说对自己产生一种能力的这种跟不上 只是说对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会产生一种质疑 你没有对自己能力质疑过 这个没有 从来都没有 这个没有 也没有对自己就是否定过 没有 没有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 不称职的 不敬业的运动员 这个没有 因为能力的话 我是非常自信的 不管说从技术水平上 还是说从对抗能力上 还是说从射门能力上 这个应该说 跟我有合作的队友们 这个都不会去否认我的这些 但是确实在伤病这一块 我是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我想象你在那个阶段的 就是如果说人生有所谓几个悲情的时刻的话 我在想几个时刻 一个是你离开满联 就是我后来看到报道 老佛格森就说拜拜 就那一刻 我觉得可能内心是有点悲情的那个影子吧 然后说你在亚美尼亚 还在哪看到那个烟火 你心里面知道这个是一个结束 这应该是个悲情时刻 还有吗 在一个悲情的 就小的时候一个父亲的去世 然后其实真正悲情 我觉得还是退役这一块吧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 并没有做好退役的准备 然后亚美尼亚 那个时候是想离开 国外的这个职业生涯 然后回到国内 那在亚美尼亚 就你那一刻做决定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一种 当然有难过有伤心 有没有一种就我彻底 其实也松了一口气 我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我知道我要离开了 也有一种轻松吧 我觉得第二次出国 一直到亚美尼亚为止 应该说经历的所有的队 其实不管从教练 还是队友 对我的评价都很高 甚至说亚美尼亚的时候 俱乐部也是一直在挽留我 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继续踢 但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伤病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但你不觉得那时候 在出国踢球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甚至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那时候你完全可以 在国内踢球 说实话 我真正的职业生涯 是从欧洲开始的 我更喜欢欧洲的足球环境 但你要看欧洲什么地方 你是一个在曼联踢过球的人 不是说我瞧不起什么 但是为什么 我不太懂 是这样的 是因为第一个是 就像我说的 国外的足球环境是比较单纯的 它不需要更多的人际的一些交往 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傻 你知道吗 就特别傻 傻到什么样 你知道吗 刚从曼联回到国的时候 队友结婚 非常好关系 一个大哥张耀坤 然后说要结婚 然后邀请我去参加 我说不行 那天我要飞机飞回英国 我去收拾行李 然后再回来 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概念说 我还要随礼 我还要祝贺他 没有 那个时候就傻到说 好啊 恭喜 谢谢 我那天没空 去不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人际 更多的人际的这个交往 礼尚往来的东西 这点我其实后来我也自我反省过 我们就会认为一个结论 就是我当年太傻了 太幼 但你要知道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 你没有资格幼稚 对 是的 这个幼稚的它的深层次什么 就是我的生活太以我自己为中心了 一切人是围绕我转的 对 世界是以我的运转的这个速度 作为它的世界 所以其实还是自己我觉得 有点任性 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后来有在调整 然后尤其到后来接触到社会以后 慢慢的一直在去总结反思 为人处事啊 跟外界的交往啊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国内的这种舆论媒体的这种 很大的声音会影响到你 会让你觉得困扰 会让你觉得 甚至某种程度的网络暴力 你后来也对媒体说过这个词 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会屏蔽 外界干扰的 因为我母亲会一直去 给我灌输说 不要去太去在乎外界 对你的一些评论 你只需要做好 你该做的就可以了 就不管说进球也好 还是没进球也好 就我会尽量去 不要去看这些报道 那到后期所谓的一些 您说的这个网络暴力的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 像是一种球迷 对一个球员的一种期望 他们破灭了 他们是希望 中国出现一个 中国的马罗多纳 罗纳尔多 然后带领一个球队 去达到一个更高的 一个经济水平 或到一个更高的舞台 去参加比赛 对于我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种寄托吧 一种期望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鞭策 那可能因为一些后期的 综合的一些原因 没有达到这种高度 所以大家更多的是 对一个孩子的一种 恨铁不称钢的一种感觉 就觉得说你有这种天赋 你为什么没有做到 就觉得他们是 很失望的一种感觉 对会慢慢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嘲讽啊 或者说玩笑似的一些东西 我都很理解了 开玩笑 比方说说你去曼联以后 天天开阿八呀 然后天天去酒吧 喝酒啊什么的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 我更多的像 看一个玩笑一样 第一个我没有 第二个 我确实那个时候 是不喝酒的 就队友有的时候 也邀请我 就像菲利南德 他们当时 有在外边玩 也喊我去 那个时候 我就是不会喜欢 这种交集 我就是聚烈的 所以我更多的觉得 就像是一个 他们自己意想出来的 一个董方佐一样 就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我 我也不会太去在意 这样人才会有 白口莫辩的那种 就是你让我怎么去说 所以我也就从来也不说 所以我也不会去 辩驳这些东西 我觉得没有 我还是没有 没有必要去 跟他们去讨论这个 我对得起自己 我对得起我以前 出的这些汗 流的这些血 这也是我母亲 当时小的时候 对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不管你是否 从事这个运动 但如果你选择了 你就要对得起自己 你先不用对得起别人 因为所有的选择 都是我自己的 因为我不需要去 为任何人去交代什么 去证明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遗憾的故事 但不是一个特别惨的 悲情的故事 像后来我看到那些报道 那我真觉得惨得不行 对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 还是比较遗憾 因为确实很多的机会 或者说很多的选择 确实因为自己的 不够成熟也好 还是说不够理性吧 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差 但人是这样的 有的人遭遇挫折之后 是越来越熟 越来越不表达 但你反而经过 这么大的一个人生的改变 还算是某种伤痛 因为它毕竟是个挫折 之后你反而变得 会愿意表达了 你反而变得会整个人 对 因为 平和了 为什么大家会对我 产生很多不同的疑问 然后他们的疑问 又不是真实的我 那总结到最后 其实就是我的 个人的不善于表达 或者说 没有让别人了解 什么真的是董方佐 就说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觉得说 董方佐是一个不自律 然后因为自己的懒惰 毁掉自己职业生涯的 这么一个 这是你完全不认同的 对 这个其实 我是一个非常自律 而且非常想要做好的一个球员 甚至说队友没有做好 我都会告诉他 应该怎么样去做 告诉年轻的球员 如何做得更好 处理得更好 然后我一个在 训练比赛当中 非常认真的一个人 我会因为一个 进球失球会去做努力的一个人 大家并没有说真正的了解我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 还是要从自身去改变一下 更多的去接触外界吧 你像以前也有记者 很好的一个朋友 说以前采访你太困难了 说问你个问题 你就两到三个字 是 对 没有 现在说表达能力还可以 你表达能力非常好 我说我这是被熏到的 当我在跟曼联来香港比赛的时候 我在厂下坐着看比赛 香港的守末园 当时做的几次铺就 都是提前预判 那我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我在厂上 我要做的是什么 改于突破 就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说 看着队友他们 其实还蛮羡慕他们 他当时其实在我脚上切了 有将近 就砸了三十个眼 你已经进了郭子豪 你到了奥运会 你还进了球 也去了曼联 是的 我也算是当时亚洲 最牛的一个球员了 鲁豫有约 董方卓 精彩下期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